打出去的钢珠老是偏左右 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上下两条披肢重叠的情况下 这个弹道就是随着这条线出去 也就是说用这个地方做瞄点 瞄住目标 如果说你上下两条披肢没有重叠的情况下 上乘头往左偏 打出去的钢珠往右走 上乘头往右偏 打出去的钢珠往左走 所以说尽量的用眼睛的余光一看 上下两条披肢重叠了 那么这条线末端 也就是说撑头这个位置 作为瞄点 这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发现偏左或者偏右 调整前手 来调整你的弹道 这就可以了 兄弟们可以试一下 很长时间没打树叶了 打个小树叶 考验一下你们的眼神能不能看住 搞下来 这就是仰摄啊 实战的距离 实战的距离 实战的高度 按照这个方式练 这件行 如果说距离太远的话 可以适当地加个小甩手 干就完了啊 兄弟们 如果你是一个工友 你也玩了火山 你还没有关注我 一定要进入我的作品 看一看 今天晚上的直播 就讲解破译 怎么样能够提高精准度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这层窗户纸戳透了 都能打准 不分什么心术饶手 只要你掌握了它的要领 精准度就在一念之间 我现在正在直播 进入我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打得更准 直播间等你啊 兄弟们 在夏天